2023年带你们继续行大温 这一集我们来到香港 今次过香港我们选择坐船过去 现在无论去香港还是离开香港 已经不需要做核酸了 通关入到香港后 就可以很微地开启我们的买买买之旅 可能是因为我大连初一来 所以街上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 今次来香港我们选择住在喜来登酒店 从窗口望出去的风景确实不错 对面就是维多利亚港 但房间里面的装修中规中矩 稍微一点意思 但怎样都好 放下行李开始我们的shopping之旅 Let's go 首先打卡三间 我认为去到香港一定要去行下的店铺 潮派店YSU 和两间奢侈品折扣店Top2和Coury 在这里你只需要给内地一半的价钱 就可以将它这些好东西通通纳回家 YSU这间肯定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 这间就是我们粉丝极力推荐我们一定要去行下的 TOP2 听说他们在香港就经营了二十几年了 这里的货都比较齐全 这个专柜八千现在九百九 然后这个专柜五千多 现在这一款是三千三百六 巴黎世家联名款标价九千五百多 只玩五千多 一副Shanel的基础款的眼镜 两千一百多 三件衣服再加一副Shanel的眼镜 五千八百多 这间Coury和Top2的折扣力度其实差不多 不过款式就差得有点远 他们这里连LV、Chanel、Hermes都有折扣 一千九百八 门店是卖这个价钱 四千一百 这一间Fendi的珍芝山 三千六块块 几个水买一张Fendi 最后人民币买单一千八 一盏汤? 是啊 想着吗? 是啊 其实回想起这三年 我们都很少来香港 随着现在的走势 相信都会越来越方便 到下一次再来香港的时候 应该会变得像之前那样 这么繁荣 那走了一整天了 是不是都应该吃点东西 来补充一下体力呢? 以下两间又是粉丝介绍 第一间牛王星 他们的牛肉有多新鲜 透过色责就应该可以看得到 而入口非常练滑 而且十分有牛肉味 虽然这间的主打是牛肉 但它们的海胆和刺身 也非常之正 海胆鲜甜肥味 龙虾刺身 爽脆弹牙 听过很多TVB剧集 都在拍过戏 佳英哥、紫瓊姐、星爷 都经常来吃 接着这些大卡的食 应该都没什么脱脱了 第二间就是我期望已久 想到都流口水 猪头鸡 用整个猪肚包住一只鸡 来慢慢等 那种鱼胶似漆的关系 令到鸡又有猪肚味 猪肚又有鸡味 整口汤头熬到奶白色 加点胡椒 喝一口 整个肚子圆滑滑滑 但汤除了喝之外 记得留点用来吃火锅 以下来要隆重介绍一下 它这款生牛肉刺身 将冰镇的牛肉夹着洋葱一起生吃 口感非常特别 牛肉的纤纹 加上洋葱的爽脆 一口咬下去 在口腔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实在太好吃了 饮榜吃最浅的实在差不多了 慢步一下维多利亚港消化一下 海风吹在面上的感觉 是否很有港剧的偶像感觉呢? 看两位老人家互相整理而容 携手共到白头 这种不离不弃 海誓山文的感情 真是煽杀旁人 好了 我还是继续去shopping 因为一会儿还要和你们拍开箱视频